各位好 我们来看类题8 那这里会用到一些概念 先来复习一下 首先重力 重力的公式是 w.ng 它来自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那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如果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 那这个力就是重力 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重力写成 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那本来呢 一公斤的物体在地球表面 重力加速度大约是10的情况 实际上是9.8 但如果 再大约等于10 那一公斤的物体在地球表面 它的重力就是10牛顿 可是我们会为的方便呢 就直接把10牛顿 定义为1公斤重 也就是说1公斤的物体 它在地球表面的重力 就是1公斤重 那它当然也可以表达为 当然也可以表达为1公斤乘上重力加速度距 好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 第一个重点是这个 第二个重点是 磅秤的毒素是 来自正向力 磅秤的毒素并不是直接的来自重力 而是重力是吸引人 吸引物体 这才是重力 然后人去挤压磅秤 然后人去挤压磅秤 人去挤压磅秤的时候 才会造成一个磅秤的压缩 然后才会造成磅秤变形 里面的弹簧的变形 那这个互相挤压的力 就叫做正向力 所以磅秤会测得出来 它测的其实是正向力 而不是直接就是重力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它说有分成三个情况 第一个是 静止 静止在磅秤上 那我们来画一下图 这个人呢 静止在磅秤上 它有一个地吸引力 重力 向下 然后磅秤 跟它之间挤压的力 就是正向力N 题目说是50公斤重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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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有写的 好 那 因为它静止 所以它是合力为0 所以这个人的重量 就是50公斤重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推论呢 50公斤重 就相当于是 50公斤 乘上重力加速度G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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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斤的东西乘上重力加速度G 它的重力就是一公斤重 好 好 那 接下来是第二个情况 0到5秒 0到5秒的时候 它的 磅秤度数变成60公斤重 那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人 他还是受到地心引力 还是50公斤重 但是 他挤压磅秤的力 并没有那么小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 他只有50公斤重的力 可是 磅秤跟他互相挤压的力 却有60公斤重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磅秤 跟着升降机正在上升加速 磅秤一定是有正在往上推他 然后再加上 这个人本身的重量 所以 综合起来 磅秤和这个人之间的正向力 就变成了60 好 所以这种情况 他其实就是 向上加速 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 合力向上 合力就是60-50 合力就是10向上 而且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算出 他的加速度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算出 因为我们在第一个情况知道 人的质量是50公斤 那现在 合力是10牛顿 不是10牛顿 合力是10公斤重向上 那 那10公斤重 那10公斤重 就是10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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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A 所以A 所以A是多少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A 就是2 因为G 因为G是10 所以A就是2 10公斤重 那么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5到10秒 5到10秒的时候 他的棒称度数 又回到了50 那意思就是 他并没有 再继续往上加速 并没有继续往上加速 而是等速运动 这样的合力是0 这两个 合力向上向下都是50公斤重 那加速度就是0 所以他是等速上升 所以他是等速上升 那最后一个情况呢 那聪明的各位 应该可以举一反三 最后一个情况 我放题目说 他的 棒称度数变成40 可是重力 低性引力还是50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向下加速 或者说加速度是 向下 那 题目说 第三个阶段 10到15秒 他的 正向力 是 40 那怎么会是40呢 不是应该要是50吗 那是因为它正在往下落空 就有点像是电梯如果往下加速的话 你就会觉得脚下有点变轻的感觉 所以这时候合力呢 是负10 负10意思是表示向下 因为我们刚刚向上是正的10 所以现在合力是负10 好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刚刚呢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是合力是10向上 然后算出来加速度是向上的2 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在第四个阶段 合力向下 这里写错了 合力向下 所以 结果经过推理呢 就是 是负10公斤乘上G就会等于50公斤乘于A 所以最后呢就会得到A会等于-2 好那得到这几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透过加速度去找出VT图 然后再从VT图的面积找出位移 好那我们来画一下VT图 那一开始从0到5秒它的加速度是2 然后从5到10秒加速度是0 再从10到15秒加速度是-2 所以它的VT图大约会是长这样 那这个写率呢就会是-2 VT图的写率是加速度 好所以因为写率是-2的关系 所以经过5秒之后 速度应该是来到了10 因为5-210 5-210 然后维持 用10的速度维持了5秒 然后再减速 减速到0 好最后呢 这个VT图的面积 就是它所走的位移 那就是上底 加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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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高 乘以2 所以结果是100 100公尺 所以这一题有点困难 对高一来说 那可以多看几遍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